第1125章 生路 血蒙 所有人的脑海之中 只剩下了这个念头了 这么大规模的血兽工程 除了血蒙之外 谁还拥有这么大的手笔 血兽虽然也有引发血兽狂潮 进而工程的时候 但是很少会有这么大规模的 有组织性的 众人继续看去 果然在这些血兽之上 一些隐隐措措的身影 出现在血云之中 该死 果然是这些见不得光的家伙 我们马上就要走了 这也不打算让我们好过吗 该死 和他们拼了 众人顿时义愤填膺了起来 这些蒙是打算要赶尽杀绝啊 连他们想要撤退都不让 这是真的将他们当作血石要猎杀他们 炼制成为血元丹 顿时顿时纷纷怒了起来 那些在城外的舞者也都纷纷回到了城内 借助城池的保护和这些血色的飞禽周旋 战斗几乎是在几夕的时间内就开始了 这些飞禽的到来也没有丝毫的预兆 更没有任何要先交流一番的意思 一上来就是剧烈的战斗 所有人都有些紧张 尤其是很多小型海域出来的高手 这个时候就爱更是紧张不已了 他们之中很多都只有超脱境九重天的水平 其中就算是厉害的 也不过是半步伐向境初期罢了 也没有遇到了一个月前的那种战斗 这个时候看到无数的血色飞禽 再以一种疯狂的速度铺天盖地的冲杀了下来 这种恐怖的感觉可想而知 那种自己的生命都在这些血色飞禽的掌控之中 虽然这些血色的飞禽 虽然大多数都仅仅是超脱境九重天的水平 但是当数量多到也不知道是几万头 几十万头的时候就显得恐怖至极了 甚至很多人都觉得 血蒙是把全血界的飞禽 全部都驱使到了这里了 而且这些飞禽之中 还架杂着大量的半步伐向境 甚至是伐向境级别的飞禽 一个不小心就会成为他们的盘中餐 不过好在现在他们还在和东方城的防御作斗争 一时半会的也冲不进来 大批大批的血色飞禽被无数的光柱给生生烟灭 但是也有许多的阵法给这些血色飞禽给破坏了 战斗在激烈的进行中 血蒙的臭虫还真是阴魂不散 一声冰冷的女声从城主府一带传来 紧接着一道惊天边影甩出 居然生生破开长空 变死了一群俯冲下来的飞禽 其中为首的一头正是一头法向境的飞禽 原本正带头破坏这城中的防御 砰 砰 砰 紫色的边影不断的轰击上去 每一次轰击 都会有一头法向境的飞禽被生生轰爆 这些法向境的飞禽妖兽 对于整个东方城的防御的威胁最大 而紫色的边影也是专门找这些法向境的飞禽 所有人都知道 长紫衣出手了 作为在城中的两尊顶尖高手之一 长紫衣的威望不下于郑白衣 只是相比起郑白衣来说 长紫衣更加的低调 或者说他根本就不在意这些事情 基本上都是一只站在郑白衣的身后的 不仅仅是长紫衣 这个时候 城中的那些法向境的高手 也都三三两两的开始行动了 他们都知道 这些普通的超脱境九重天 或者半步法向境的飞禽 威胁不大 真正威胁大的还是那些法向境级别的飞禽 这有他们才能够冲击东方城的那些阵法和防御 至于那些半步法向境级别的飞禽 根本就不可能冲动东方城的防御 无非就是凭借着数量 才有可能 所有人都知道 到了要拼命的时候了 很快 那一个时空之门就要打开了 而他们也要各自返回各自的海域之中了 而这些血蒙中人的目的就是和他们相反 就是为了阻止他们返回各自的海域之中 想要尽可能多的将他们留下来 因为只有留下来的人越多 他们制作血缘丹的材料 也就越充足 杀 干翻这些已经被腐蚀了的王八蛋 拼了 临走前还能干翻一次血蒙 哈哈 太好了 许多武者依托整个城墙 进行防御 能够攻击到外面的那些血色妖禽 但是那些血色的妖禽 却攻击不到他们 但是他们也并没有多么的高兴 因为他们都很清楚 真正的血蒙中的高手还没有出售 至于这些被他们意识过来的血色妖禽 只怕死多少 他们都不会在意 反正也都是天生地养的 根本就没有什么 轰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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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处都是战斗的余波 巨大的声响 这个时候 所有人都飞在半空中和那些飞禽战斗 不过随着一个一个的阵法破灭 越来越多的高手被碾灭 每一个阵法的覆灭 其中的高手都在劫难逃 而血色妖禽的攻势也渐渐碾压了下来 全城上千万人全部都集体出手的时候 那威力之大 简直难以想象 很快 那些血蒙召唤过来的血色妖禽的数量也越来越少 渐渐的已经能够看清楚天边的血云了 而不是那一大片乌恙乌恙的血色妖禽 但是这个时候 东方城多年来添加的防御 也都已经被拆毁的差不多了 不过人员的伤亡 倒是比预料的要少得多了 不过不等众人开始高兴 地平线上 无数的吼叫声 开始从远处传来 紧接着又是无数的血色狂潮 无数的血兽 夹杂着无数的血腰 开始从远处席卷而来 许多势力弱小一些的舞者 都开始有些脸色大变 如果说刚才 还能有东方城的防御在抵挡的话 那么现在 在东方城的防御已经被破坏了个七七八八的情况下 只怕还是要他们自己来了 这些血蒙中人数量并不是很多 尤其是动辄和上千万的人族和海族的高手 比起来其实是不足为道的 所以才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 被人认为是难以成为心腹大患 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起 他们开始训养血腰 趋势血兽为他们征战 这样子反而弥补了他们数量上的不足 相反的 数量反而成为了他们的优势 而人族和海族之中 也并非是没有能够预售方面的行家 但是没有用 因为他们发现 除非是他们从外面带进来的 否则在血界之中 他们不能预示任何一种血兽 亦或者是血腰 这就是使得人族和海族的高手 在血腰之中意识这些血兽和血腰 无数的血兽在奔腾的时候 到底有多么的可怕 简直难以想象 大地都在沸腾 许多血兽奔袭在半空中 四爪裂空 踏碎了无数的血气 看过去 非常的恐怖 所有人都屏息脸神 都知道 真正艰苦的战斗 这才刚刚开始 如果他们能够扛过去 非但能够回到各自的海域之中 随后还能大发一笔 这个时候 城主府内的一道清冷的声音传来 等一下时空之门打开 大家不要心急 超脱境级别的舞者先走 然后是半步法向境 最后是法向境的高手 所有人都必须按照这个顺序走人 如果谁不按照这个顺序 那就别怪我们东方海域心狠手辣了 众人一听 正是郑白衣的声音 却听他声音中气十足 许多人都为之精神一振 不可否认的是 郑白衣已经成为了 整个东方城的精神支柱 已经成为了一面旗帜 只要郑白衣安好 那么整个城池的士气都会得到提升 对于这个安排 所有人也都没有意义 如果等一下裂缝开启了 他们没有什么组织顺序 就乱糟糟的跑出去的话 效率反而低下了 因为原本这东方城附近的裂缝本也没有那么多人 只是现在因为这些血蒙的关系 上千万人都集中到了这里 强大的高手留下来还能抵挡一阵子 弱小的舞者留下来 那就等于是送死了 而且按照这种顺序 他们东方海域的人必然就是留下来断后的人 谁让他们的高手最多 而郑白衣更是最后断后的主力 那所有人还有什么可说的 虽然很多人没有郑白衣这么豪气 但是这点理智还是拥有的 而许多超脱镜的舞者听到了这个之后 更是激动无比 原本以为一旦裂缝开启之后 那些高层高手将会率先离开 而他们将会被抛弃 因为实际上这样子也比较合算 一个天才比得上一百个庸才 能够保住那些最精华的 其他平庸之人根本就不在乎 即便他们平日里在海域之中也都有天才之名 只是在整个无尽海域 人族诸多高手之中就成了庸才了 只是没有想到郑白衣居然会做这么一个决定 高手断后让他们先走 对于他们来说 这无异于再生之恩 因为若不是这样的话 他们若是被留下来 根本无力抵抗血蒙的攻势